崇祯皇帝自尽前为何要喊女儿? 一提到明朝那些事,我们就自然而然地自从朱元璋建国以后,其后面的几位皇帝的故事实在令人唏嘘不已,尤其是大明末代皇帝崇祯,他曾经在自己危难关头时,亲手杀掉了自己的女儿以及家眷,而他之所以这样做,仅仅因为他发现了一个秘密。 而今天就是揭开谜底的时刻,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崇祯皇帝的世界。 众所周知,崇祯皇帝作为明朝最后一位皇帝,是因为他的皇兄天启帝英年早逝,于是十七岁的朱友简登记,并建号崇祯。 有人说崇祯这一生是勤劳的一生,也是悲惨的一生,虽然后是对他褒贬不羁,但只能怪他生不逢时,因为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无力回天了。 相信熟悉万历十五年的朋友们或许都知道,在崇祯在位期间,他历经图治,关心百姓疾苦,可以说时刻都在关注国家动态。 但是造化弄人的是,在这个时候,天下要么闹汗在水灾,要么就是山区地震,百姓生活不安稳,崇祯也每天跟着上火。 更要命的是,来自五湖四海的起义军纷纷接干而起,其中势力最大的就是李自成、张建忠等人。 当然,东北的努尔哈市也跃跃欲斥,想要入关夺取江山,光那些自然灾害就够崇祯郁闷了,这些叛军正是雪上加霜,纵然崇祯有三头六臂,也难以抵挡不住。 不久以后,李自成就来势汹汹,打进了京城,而这时候的崇祯呢,那些禁卫军,还有官员们早就流之大吉了,只剩下崇祯和宫中女卷,但是他为了明朝日后能够东山再起,就让身边一个贴身太监,把自己的四个儿子乔中打扮成素人,逃出了皇宫。 崇祯皇帝知道自己命不久矣,打算以死殉国,可是在自尽之前,他却让那些女卷们先结束自己的性命,第一个就是自己的皇嫂,曾经的天启帝之期,当皇后,崇祯下令让其上吊自杀,接着就是自己的周皇后,也是自尽以报皇恩。 当然,这场悲壮的杀戮还没有结束,看到两位皇后了断了性命,崇祯又挥剑杀死了自己的两位女儿和贵妃,之后,崇祯自己又亲自用三尺白铃,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 就这样,大明的最后一位皇帝也去世了,统治了我国两百多年的大明王朝,也退出历史舞台。 但是估计大家还是不理解,为什么崇祯不把自己的家眷派人接走,怎么还如此冷酷无情地指他们于死地呢? 这可都是他的亲人,他怎么会下得去手? 但是大家别忘了,每个朝代的灭亡都是极其悲惨的,崇祯正是想到了历代的教训才痛下杀手的。 什么教训呢?就是在每个朝代衰亡的时候,这些亡国人是要遭到非人的待遇的,尤其是这些女性,而且还是皇家女眷,因为一旦她们被叛军抓获,就会成为任人宰割的奴隶,而这些女眷又都是一直生长在解衣玉石的皇室中,如果沦落到如此地步,简直是生不如死。 而且在前朝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,譬如早在西晋灭亡的时候,其幸存的妃嫔,甚至皇后都照过皇帝收入后宫,其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。 还有宋朝末期的后宫妃子以及公主都为金兵无情地蹂躏,而且不仅是女子,那些亡国的男性也有得惨到虐待。 也正是认识到这一点,所以崇祯也陷入了痛苦的抉择,外面到处是军队,这些家眷很难安全找到藏身之处,于是长痛不如短痛,崇祯为了保护他们的清白,也为了维护皇室最后的尊严,她只好狠下心来,亲手杀掉他们,然后自己再自杀谢罪。 如此看来,崇祯杀掉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们,并非是冷腹无情的暴君,相反的,她却是一位视死维护国家尊严的君主,她是爱他们的,就是因为爱,才不忍心让他们沦为王国奴,不愿意让他们遭遇耻辱,或许这也是她为明朝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了吧。